嗨,大家好,我是Jerr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那么前面几期课呢 我们一直讲需求,讲设计 那么作为程序员 最核心点还是看我代码怎么去写 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告诉大家 如何去基于我们前面的需求和设计来写代码 内容非常多 大家呢 还是这个集中注意力 集中注意力 那么打开我们的HB 打开我们这个Eclipse 我们这个用到了我们这个连接词 这是我们之前用的连接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服务了 那我们建了一个这样一个Friends 一个包 我们下面建一个什么 我们建 interface 接口 user DAO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个简单的注册 是吧 就是你们传什么参数进去呢 我们这里面接接键 这下面建一个package 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传个user对象进去 传个user对象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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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什么 传个user对象进去 U是另 这是有了是吧 我们就稍写几个 先写吧 其实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这里面会很多 但是呢 我们就先稍写一点 我们传一个user进来 如果注写成功了 我们返回处 如果注写失败 返回false 对吧 那么我们有了userdl过后呢 我们是不是得做一个时间内 userdlimplement impl 可以了 是吧 interface userdl 好 我们生成一下 那再想一下 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面我们 是不是得操作数据库啊 那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得 就要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连接对象过来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得想做一个这样一个构杂函数啊 我们把这个啊 给它复制 好 那么我们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啊 注册啊 注册啊 我们用什么呢 get table啊 啊 就是啊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看我们有什么方法 是吧 put and check check and put 我们这里面来做 是吧 这里面返回什么呢 返回一个 返回它就可以了 2 byte 这个是我们的 给它用的ID就可以 对吧 那这个值呢 我们给它放个什么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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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一个啊 第一个会很慢 那后面会很宽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啊 我们这样的用户注册呢 就已经写好了 嗯 嗯 化銷 啊 啊 这个什么,我们有哪些例 用name,是吧 直呢 用.get,usename 那我们再来靠一个,是吧 用的name有了,用的email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得去 根据用户的ID来获取用户的名字 这个有没有必要呢 我们看看啊 现阶段没有必要,对吧 那我们来写个测试方法 test user 对吧 user dao tableconnection 点 user dao rmp 好 那我们得生成一个优热对象,是吧 那么user 做成的ID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做这个什么 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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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set 他email email是什么 账三 at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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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 我们来查询一下UIG 好 没有记录 是吧 那么我们 整个 用户注册 一个体系 加好 虽然我们知道很简单 但是 大概能知道它里面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几个先到这里 下几个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方法 给运行起来 看看到底 和我们预期是有什么差距 那这几个呢 我们先到这里 那大家呢 这个回头呢 也根据我这个模样 去写一套 这样的一个方法 做这么一个计算 看看你们的结果 后的结果是否一致 好的 那这几个呢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